109B 太棒了 这个动作是目前难度表上的最大难度 达到了4.1 只有杨健自己能做 这是他的杀手锏 也是独门绝技 579.10 这套动作比他在预赛里的时候 多跳了40多分 单个动作是110.70 也是创造了这场比赛里的单跳最高 这样可以肯定的是 球波的四周半做的也很漂亮 毫无疑问 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跳水比赛里面 获得了10金6银 所有单项的金牌都属于中国 包括六个单项的银牌也属于中国 在所有的单人项目里面 我们两个出战的选手都是包揽了冠亚军 366 566.60 我太激动了 以579.10的分数 战胜了队友邱波 获得了冠军 在过去的14个比赛日里面 格罗拉彭卡诺水上运动中心 总共诞生了55枚金牌 包括中国队获得了其中的32枚金牌 以及30枚银牌和13枚铜牌 游泳大象也再次成为了大型综合运动会当中 在这块场地上见证了许多属于中国队的荣耀时刻 也看到了在不久之后的东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环